如果我说你这边没有加什么primary key的话 那他如果像编号重复这个问题 如果2222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加一个primary key 很不好意思你就不能重复了 所谓的primary key 它有个特点就是unique 就是一定是唯一的 就像你的身份证字号 你不会跟别人重复 unique的特性 所以如果你那个栏位名称加一个primary key 记得不能重复 所以为什么autoincreement 因为autoincreement它自动会帮你增号 自动增号的话就没有重复的问题 因为它自己会帮你重复 你会发现如果你autoincreement 在资料库里面实际上它会多增加一个table 这个table就是帮你记得说你到底增号到哪 实际上就是资料库帮你去记得的意思 等于是说把这个记得的那个工作交给资料库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反正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些层次 你要把它练手 我觉得不用太多 因为你记太多最后你会乱掉 然后不管是后面是什么资料库 基本上都支援这样的概念 反正就是资料库 资料表 insert into ok 那无论是这个是sicle line 其实如果说VBA至于ss也是这样写 只是差别我刚刚讲 这个地方它没有什么if not e-less VBA里面没办法 没办法怎么办呢 就是要想办法 所以没办法就是要自己想办法 什么想办法 自己找出城市撰写的方式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们也是会去想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最简单 ok 以后的话你就遵循固定的模式 反正程式就写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刚刚都是用什么 用sicle line的browser 不过你会讲说 老师他以后把资料掉出来 每次都要开这个程式 还是颇麻烦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我不要用这个程式 我也可以看到我现在写到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可以把它掉出来 不然的话以后写进去 那怎么再把它掉出来 ok 把它把它掉出来非常的简单 其实我觉得难 好像难在那个写进去比较难 读出来就变得比较简单 啊怎么读出来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的话有1把1放这些 2放这些 3 ok都有 而且刚刚同学是说0开头会不见 有点像esale里面那个 所以esale之所以会那个不见是因为蓝位 你是预设是数字嘛 所以你只要把它改文字 啊其实理论上我们都文字 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啦 好不然的话可能要再检查一下哪个环节出错 好那可是问题我们现在如果 不希望透过那个sqlite 毕竟还要透过一个应用程式才可以解决 那怎么办 没关系我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要怎么解决 第一个 我一样把刚刚的程式吧 也许把它改成叫cursor1底线slater 那所谓的slater 顾名思义嘛slater就是 怎么样 一般讲就是把它筛选出来啦 其实这个概念跟 那个esale里面那个筛选还蛮像的 筛选 OK 或者你可以把它叫查询也可以 那一怎么把它查出来 其实程式非常的短 就只有这样子 你会发现哦 这上面这几行都一样 有没有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做的事情都一样 一定要连线到那个资料库 对不对 连线完之后也要建一个cursor的资料 这个cursor物件 产生这个cursor 其实简单讲讲 这个抗物件是连资料库 cursor物件是连资料表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阶层概念 透过这些物件帮我们去存取 就这样而已啦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什么呢 把那个table01的资料 把它查回来的语法 其实就是叫slater 开头 slater后面加一个star 这个star意思指的就是 所有的栏位 我栏位数不知道 可能有两栏有三栏有四栏 反正不管几栏都用star 但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不要全部的栏位 我要其中几栏 对不对 可以啊 你就是第一栏逗点 第二栏逗点第三 你就是筛选你要的栏位数 你就是不要用信号 不过习惯上比较简单就一个信号 指的是所有的栏位哦 OK 那再来的话呢 from哪个table table01 OK 意思就是说请你帮我把 这里面所有资料呢 都帮我查出来 这样OK 那当然你如果说要把它改成像什么全文 类似像那个全文检索或者查询功能的话 其实在table后面哦 还可以再加什么 会哦 哪个栏位 你如果数字的话就等于小于大于 如果是文字的话用like like后面你可以用那个类似像关键字检索啦 也都OK哦 啊其实概念上就跟 在insert里面用筛选 我觉得还蛮像的 就是一个查询的语法 那我们简单先用这一个 接下来的话一样哦 把什么呢 把这个语法丢给什么呢 丢给 其实你会发现insert into 这个insert into写完之后 其实就execute它对不对 但是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查询的话 insert是直接丢过去就好了 但是查询是要什么 返还一个东西给我 我查完你要丢东西给我吧 对不对 问题是你要用什么去接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多写一个东西 就是谁去接 特别注意哦 这个cursor现在就会发生作用 这个cursor 现在呢你就把它加在前面 你刚才讲说你就接 因为我查完之后 他会返还一个什么东西给我 那返还的话呢 就类似返还这个东西给我 比如说我查table01嘛 那他就会把这个表丢回来给你 这个表的话呢 基本上两个栏位 然后总共有三笔资料 那你一定要去接 用谁去接 cursor物件就可以接了 所以我刚刚讲了 cursor物件有点像一个资料表的物件 他刚好就是可以接这个东西 所以呢接到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哦 特别注意哦 可是问题丢给他去接 我先把它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table01的东西 帮我把它显示出来的话 显示成类似像下面这边看 你会看到的结果 跟那个什么呢 跟这个上面看到的结果 应该是一样的啦 有没有 只是差别我上面是用中文的 这边是用英文的栏位名称 一样三 其他都一样 有没有 等于是说呢 我现在不要透过seqlite browser 我现在要自己写程式把资料读出来 那怎么做哦 特别注意哦 一 就是 刚刚你又建一个吗 建一个那个 那个那个 module 然后名称 反正就是取叫这个 select 二的话呢 就是程式都一样哦 所以基本上 你干脆怎么样 可以用复制贴的嘛 拿这个前面这三行 把它复制贴过去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就是这两行啦 有没有 seql 只是说seql语法后面呢 要把它改成select 所有的栏位 from那个 table 有没有 这个把它贴过去 那它exql之后的话 需要有一个东西去接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把cursor放前面 所以你会发现哦 在这个 cursor放前面 那问题是接下来就是说 它已经丢回来给你东西了 那接下来你要怎么把它print出来 所以print的话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哦 因为我需要什么 把这个栏位名称把它print出来 因为它丢回来东西 没有栏位名称 只有什么呢 我刚讲过 只有这些资料 所以它在curs里面 就是只有这样的东西 那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第一步啦 我先print这个 意思说我先自己先产生栏位名称 那栏位名称的话呢 中间加一个tab 就是定位 当然它有一个tab键 那你未来如果不用tab 你用加豆点也可以啦 所以我就编号 然后这边有个tab 电话OK 那再来怎么样把这些全部都把它读出来 特别注意哦 关键来咯 这边的话实际上呢 一样的怎么样 有点像for h的写法 不是for i哦 是for 那我这边加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叫r 这个r的变数自己取的 in 什么呢 这个cursor里面 就是在这个cursor里面的话 那我 帮我把什么呢 所有的东西 在这个cursor里面 意思是说所有的列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所以他读过来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它放在 所以他会先读第一列 里面给什么 给科舍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样 把它列印出去嘛 所以底下的话就是打一个print print什么东西呢 诶 特别注意哦 我希望先把这个 这个指的 因为他丢过来的话 一定会是一个串列 ok 串列有两个东西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是先print第一个串列 第一个串列什么 表示我们前面讲过 他从零开始嘛 所以零 对不对 然后中间串一个什么呢 串一个 也是定位点 所以一个t嘛 对不对 串一个定位点 然后呢 再把这个编号就放过来了 再来里面的电话呢 一样的 这边呢 再把它改的话 这边改成 1 0的话表示第一栏 的那个资料 1的话表示第二栏 因为从0开始 看得懂吗 ok 好 反正应该不会太复杂了 就这样子 最后的话呢 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这样就ok了 最后如果ok的话 那这边count 连线的话 最后当然就补一个close 就好了 就是应该把它连线关闭 不过其实有时候 我有时候偷懒 我可能这一行都不写 这一行不写有没有关系 其实也没关系 那什么缺点 就是会浪费那么一点的记忆体 浪费多少呢 其实说真的 因为现在记忆体都太大了 根本微不足道 那个close不写没关系 ok 要不要commiss 不用 因为又不是insert into 所以其实基本上写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写完之后把它执行一下 執行 ok 看一下 结果就完成了 可以特别注意 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吧 就是一样去连线 一样是下一个seql语法 给那个什么 给这个 他会返还一个表 就这个表 给我 那我要把它一个个读出来的话 先输出上面的栏位名称 下面的话就是for each incursor incursor里面就是先读第一笔 所以他一定会先把这一笔 先放在row里面 那为了要拆开来 所以就是 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row 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 中间的定位点 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ok 一定要花时间 这东西说你不花时间 真的很难理解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比VBA 还更稍微复杂一点点 因为VBA的好处是说 你至少也不用去管什么建那个资料表 因为它以色列就存在了嘛 对不对 建什么工作 不过顶多是工作表大家知道 这个的话呢 就相对的稍微复杂一点点 不过也没复杂到完全不能理解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insert之后再查询 所以基本最重要两个就是 资料放进去 再把它读回来 资料放进去再把它读 来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select 也就是说呢 其实在资料库的处理上面 它其实有分很多理论 它有什么呢 就是什么DDL跟DML 不过那些我觉得都理论 你至少要知道了 DML就是你要 DDL就是你要设计资料库部分的话 反正就是第一个 你要先知道你资料库放哪里 你的资料表里面有哪些栏位 有没有 栏位的形态是哪一些 再来DML指的就是最重要就是四个东西 就是资料放进去insert 就是新增查询 删除修改 其实如果你 如果可以把 刚刚讲的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把它练熟了 基本上大概资料库就够用了 大概百分之九十多 我其实有印象中大概 专案设计里面大概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四个指令 大致上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今天大家练习 其实我们今天的练习主要也是练习这四个东西 所以 DDL 里面设计资料表 完之后就DML OK DML里面最重要就是四个重要指令 新增查询 删除修改 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进度 刚刚是新增了 那现在是查询 再来就删资料 再来就是删除 删除资料库 所以你今天即便早期以前可能用 用SQL Server 你要用Oracle 用MySQL 其实只是换一个环境 语法其实都相同 大致上都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还是务必把这些熟练 然后待会我们再来讲 查询完之后就是删除资料 跟修改资料 谢谢大家